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大宝 冠名 鸭子 第378章 地狱无门 自来头 范愁正目瞪口袋六身 屋主要抬头四顾看个究竟 忽然听到身后一个烟沉的声音道 卧槽 你小子搞什么搞 让你在外边拉 你怎么往里冲啊 范愁忽然一转身 就见身后迷雾中渐渐显露出俩人来 定睛一看 一个是满脸褶子的猥琐小老头 一个是面带惊恐的中年女人 看上去还有点面熟 定睛一看 这不是郭瘸子和那位自己拉了半天的大姐吗 老郭 你这实在太坑人了吧 好好的 你没事闲的 你给我们找这个拆事 你说怎么办呢 郭瘸子 看了看范畴 一个劲直跺脚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有这个本事呢 居然自己能闯进来 不错不错 不过你是进来了 你知道怎么出去不 废话 鬼他才想进来呢 话说这到底是哪啊 你他妈连事 哪都不知道 你去干嘛立闯啊 你后生可畏啊 我真是佩服死你了 可畏你妈 哪个孙子才想进来呢 我是一个不留神 就跟这个大姐撞上了 这才进来的 我说 咱们难道是在这位大姐的梦里吗 大姐 你究竟梦到了什么呀 三天都不想出家 我还以为是什么美梦呢 看着也不像啊 那大姐愁眉苦脸的叹了口气 我这十多年 就没做过什么好梦 谁知道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我是想出去都出不去 谁愿意在这里待着 不过 真的已经过了三天吗 我怎么感觉刚刚过了一会儿似的 那个 我们家秋叶的 秋叶是个好孩子 就是他来找我们来救你的 现在呢 好好呢 这你倒可以放心 只要你没事 他就什么事都没有 你还没告诉我呢 这到底什么鬼地方 那大姐还没说话呢 郭瘸子一瞪眼睛 哎 我说你们俩说话注意点 别鬼呀鬼呀的 不知道犯机会吗 在鬼的地方提鬼 终于最容易招来鬼了 这点尝试还没有吗 咱们好不容易从鬼群里跑出来 我可不想再被鬼追啊 他奶奶的 那些鬼看着就让人渗得慌 我说郭大爷 你刚才这一会儿就说了八个鬼了 招来的鬼也是你干的 不过你的意思难道是 这里是阴朝地府不成吗 哎 飞呀飞呀 真要到了阴朝地府 咱们甭想着逃了 跟你说啊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鬼门关 而我们俩呢 刚刚从黄泉路跑出来 郭瘸子说着回头一指身后 放愁瞒 能定睛一看果然见郭瘸的身后 不远处那淡淡的迷雾中 树立的一座高高的黑色牌坊 上边仿佛有字 但看不清 一阵微风徐徐吹来 隐约间能看出个端倪 仿佛正是鬼门关那三个大字 不是吧 我一脑门子就把自己撞鬼门关来了 难道我真撞死了 撞死了 美的你 哪就那么容易死啊 我跟你说啊 我估计你是阴差阳错 在我们灵魂即将出去的时候 凑条撞上来了 反倒把自己从这阴界交界 一个跟头就跌进来了 你这是属于啊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就撞进来啊 卧槽 我真他妈有这个天赋吗 我摔个跟头都能摔滚门关来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你有什么办法出去吗呀 老顾啊 我的办法就是 一 你们有本事冲进来就把我们带出去 二 通过阴阳交界 把我们硬拉出去 现在你倒是冲进来了 不过看起来没什么卵用 要是呢 还用刚才那个老办法 我估计靠着子龙老道一个人 肯定拉不动咱们仨 而且我敢保证啊 他现在正忙活着救你呢 那你倒是赶紧和他联系 你干啥救他们呀 行不行咱先试试 不行了 刚刚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条阴阳两界的缝隙 让你们往外拉 谁知道你这么笨 一撞把那缝隙都给撞没了 现在想出去还得重新寻找 不是吧 哎我说老郭 你得赶紧找啊 你傻子 你这干什么呢 你什么缝隙怎么找 你告诉我 咱们一起找 告诉你也白扯 这玩意儿 不是那么好找的 算了 咱们先往前走吧 离开这 不要耽搁太久啊 这是鬼门关的入口 说不定很快就会有鬼差出入往返了 或者有亡魂灵魂前来报到了 咱们躲开一点 别惹麻烦啊 范畴文言一点头 郭瘸子带路 三个人沿着旁边的曲折小径 一头就钻进了小树林 避开了正面的大路 一路是直走远 一路走出了很远 渐渐就看不见那大路了 才停了下来 范畴道 哎哎老郭 别走别走了 再走小心迷路了 咱们就在这里找吧 我估计鬼差还找不到这 好吧 这里还可以啊 来 咱们先坐下聊一会儿啊 慢慢等缝隙出现啊 那你等缝隙出现 那不是要找吗 找累死你 他妈也找不着啊 这玩意就像谈花一线似的 出现的时间呢 极为短暂 你就是走到了天荒地老 运气不好 也根本碰不着啊 刚刚我找的那个 已经算是运气很好了 可惜让你一头给撞没了 运气不好 找到天荒地老都找不到 那岂不是说 怎么很有可能就回不去了 可以这么说啊 不过也不一定 最近的阴阳两界状态不怎么稳定 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缝隙的 就看咱们运气好不好的 刚才我咱们从鬼门关里边出来 也没费多大功夫啊 就碰到了一条缝隙的 你还别急啊 咱坐下来慢慢等啊 那等到什么时候啊 这大劫不知不觉 就三天过去了 咱们这一等万一时间久了 老龙大哥放下来治疗了 把咱们火化了 咋办呢 这个不会的 咱们又没死 就是到医院顶对 也就是植物营 再说了 我这只是两魂六魄出销 还留了一魂一魄在身体里呢 现在呼噜正呼呼大睡呢 还说不定回头还那么上新闻了呢 破了吉尼斯基都是什么的 全世界一觉不醒时间醉酒的人啊 郭瘸子哈哈一笑 饭愁愁眉苦脸的 你别闹了老龙 你可是不知道 我这还有多少事有办呢 这一下全都没让你搞乱套了 喂 那个大姐 小男孩的吕秋叶的母亲 脸带欠你的说着 这位兄弟 还有这位大哥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要不是为了救我 也不会出现这种事 哎 我知道你们都是高人 要是自己出去 应该不成问题 我看你们就不用管我了 自己走吧 这都是我的命 什么话呀 把你扔下 你们家孩子咋办呢 再说都是老街坊邻居 这话你就不用再说了 这小子你也不用跟他废话啊 我估计他没本事自己出去 咱们等着啊 我相信奇迹 范愁紧重着没转头问 哎 我很好奇啊 这位大姐也不是一般人啊 你到底做了个什么梦啊 居然一觉能睡到滚门关来 你也算是个奇人啊 我采访采访你啊 回头有机会 我给你编个故事投稿啊 这大姐叹了口气的 哎 我也是稀里糊涂的 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记得刚刚还在家里边睡觉 然后忽然梦见孩子他罢了 到底这大姐 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他们为何会出现在鬼门关里呢 到底锅瘸子和范愁 能不能带着大姐安全平安的出去呢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 第378章的故事 预知后事如何 咱们下回分见